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佩洛西访台是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挑衅 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那么尽管白宫在佩洛西访台前就声明美方坚持一中政策 现在佩洛西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串访台湾 这必然会导致中美关系的紧绷 台湾作为中美博弈的一个棋子 今后的处境会如何 为此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南加大退休教授张文基先生 请他来谈谈对佩洛西访台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台湾的处境 张教授你好 高瑞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请教张教授啊 您对佩洛西访台的目的怎么看 有人猜测佩洛西是为了给他的政治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而执意访台的 也许他当时并没有料到这次访台会挑起中美关系如此激烈的纷争 对此你怎么看 我相信任何人做一件事情当然都有个人的因素 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访问呢 更重要的是配合美国的大战略 美国大战略是什么 在过去这些年这个从川普上任以来就已经很清晰了 嗯 就是两党都认识到 中国是从价值观领域到具体的军事 那个经济 还有这个地缘政治高科技等等的最大的竞争的对手 那么离这个敌人的话 也就是这么这么一等待的距离 那么所以在这个大战略下 美国的具体措施 这也是两党都共识 也就是如何用台湾牌 来 延迟中国的 迅速崛起 所以呢 要从这个大背景看 那么 还有一个时间点 就是说尼克森 今年是尼克森 访问北京 五十周年 那么在这个时间访问台湾呢 他有很强烈的 一个一种投射的一个一个意义在 似乎说五十年前的尼克森 所以呢 所以这是一个当然充满危险 而且 很大挑战的一个一条路 所以拜登呢就一直一方面保证 从那个美国的一种政策不变 但是事实上他不断的抽空 这个一种的内涵 有人说 佩洛西 是代表个人因素 还有美国的 这个两党政 美国的三权分立啊 所以啊 不代表美国的官方 其实这个话是讲不通 因为佩洛西 美国什么叫政府 这个美国对外而言的话 他不管你是什么 三权不三权就代表美国政府 何况佩洛西是法定的总统的第三位 顺位的继承人 仅次于总统副总统 就是国会议长 对不对 那么美国众院是一个 有非常大的权力的一个机构 他众院的议长的行为 不可能没有官方的意义 更何况 美国的军方 那么他做的是 称作的是美国官方的飞机 美国军方也大张旗鼓 这当然是代表这个 这个没什么好 好好讲 不知道个人利益 那么特别我想 分享两个观察 第一个 这次暴露这个讯息的 那个 新闻媒体 是英国的金融时报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 与掌控美云政权的 幕后老板的 金融寡头 集团 有 历史 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媒体 就是不是一般的媒体 OK 第二点 在访问之前之后 我自己观察美国的 为了我自己的判断 观察了美国的那个 股票市场 没有什么波动 当然每天都上升下下一点 这都是 百分之零点五了 什么或者 不到百分之一 这个 其实基本上是 稳定的 如山的 而且今天也是一样 换句话说 这个东西 与乌克兰 战争 之前是完全不一样 在这之前的话 古巴就开始下跌 那么 入侵以后 跟下跌了 差不多百分之十 所以这代表了 美国的这些金融大恶 也许还早就 对于中国的可能反应 已经有心中有底 所以没有预期的这种恐怖 那么 我想的 再说 这次 他的访问 他访问主要目的是什么 用一个非常便宜的方法 跟拜登政府配合 来 试探中国的底线 来 真正的摸 中国 领导人的底气 不要忘记了 这一次 是在拜登 跟习近平 开了两个多小时的 这种 电话 电视 视频的 会谈之后 习主席 也非常简洁的 用十个字 就是民意不可为 玩火 必自焚 非常强烈的警告 所以呢 他利用这个方法 事实上 用非常便宜的东西 摸了中国的底 所以呢 将来的这种 这次 中国选择了 避免 这个 双方 直接冲突的一个 一个 的一个措施 那么 所以这以后的话 我相信 带来的各种 类似的挑战 也是 层出不穷的 所以从短期来看 英国已经表态 英国已经表态 说他们要跟着 放牌了 这绝对是这样的 所以而且这个以后 层出不穷的 不管什么 其他各国 欧洲各国 亚洲 各种 你不需要 这不花钱了 你找一个 国会的 议员的 或者什么玩意 阿玛阿国的人 跑过来一趟 他们 所以 从这个角度看 从短期的 效果看 这绝对是 佩洛西的胜利 也是拜登的胜利 但是 长期的格局在那里 未必如此 有人评论说 佩洛西此次访牌 实际上是让 中美两国 以及他个人 都冒着不必要的风险 而他访问 也没有产生 什么正面效应 首先 他此次访问 让本意紧张的 中美关系 更加雪上加霜 而且 中美两军 都为他这次访台 增加了部署 非常容易插枪周火 实际上 他此次访台 除了让岛上的 台独势力感到确信外 并没有见到什么 真正的实质结果 对此 你怎么看 教授 我同意 这次访问 对于说 台湾安全的话 没有任何的 实质的效果 那么 而且呢 我也 这些 你也知道 我一直观察这些问题 我觉得过去 这几个月来 拜登政府 做出重大的努力 希望 稳定 美中关系 按照他的话 就建一个更好的后来 OK 那么 但是呢 这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美不能大战 大战的话 就是输家 可是 美国的方面 现在 美国的做法 就是说 我 并且给你大战 但是绝对 会制造 十许多多的 冲突 这跟中国的想法 中国人的想法 是不一样 那么 但是美国 我刚刚已经讲了 这个整个大的结果 是美国过去的 几年来 两党经营一个共识 就要反转 50周年 50年前 这个过去50年的 中美关系的 基本的 那个 的主轴 那么 这不管是 共和党的 蓬佩奥 还是 民党党的很多人 基本上 只是有 怎么做 怎么措施 可能不一样 但这个 最好路 是必定走 所以这一次 没有直接引爆 中美的冲突 但是 今后的几年 台海和平 跟中美关系 都将入 现在进入一个 充满挑战的 时期 解放军 应对 佩洛西 访台 做出了一个 强烈的反响 已宣布 在南海 东海 以及台海之间 举行 17场 军事演习 并在靠近金门的平坦 实施 实弹射击 为了应对 解放军的 这个军事行动 美军 这边 也做了一些 部署 里根号航母 打击巡 已经使进了台海 为此 有人称 目前 中美两军 这个对峙 已经形成了 第四次台海危机 您认为 用第四次台海危机 来形容的 现在的台海情势 是否贴切 张教授 我觉得 这一次的 危机的话 将比以往的 几次台海危机 更为严重 和长期 还有更深刻 这个竞争 竞争的更深刻 因为在过去的话 都是个局部的冲突 这一次的改 是改变中美 在世界地位的 一个较量 这个重要性的程度的话 是不一样 以往就是一个地区冲突 这次是影响 这个 大格局的竞争 中国官方放了很多很多的强烈的 的暗示 一定不能容忍 那么 他走了 所以他现在 要有一个示威 来表现出解放军有能力 进攻台湾 来 核阻 台湾的 激进的 力量 希望你不要 不要乱搞 那么 这很好 表示你有能力 但是 国与国的竞争里头 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但是 敢于 在关键时候 使用能力的决心 才是更重要的 毛泽东也报 邓小平也报 把他的关键的时刻 都曾经展现了这个决心 也因此呢 非常深层的影响 他们做了这个决定 就是毛泽东的决定 是抗美援朝嘛 邓小平的决定 就是 对于反击 在 那么 他们的两个决定 都是非常 痛苦的决定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 在那两个时代 相对于 可能的敌对力量 都是绝对弱势 今天的环境的话 事实上比那个时候的话 这个差别是 是改善了很多很多 就是 在那个团界的环境里头 他展示的决定 那个决心以后的导致 这个 后来的世界的情形 的演变 朝着中国有力的方向 进行 所以呢 回到这个解放军 将 不断的 这次展示完了以后 将有必要的话 有更多的展示 OK 这个显示有决心是好事 对 您认为中美对抗的形势 对两国关系 会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根据第三次台海危机的经历 您认为 若不再发生更为严重的危机的话 中美两国 要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从第四次台海危机的阴影中 走出来呢 中美关系的对抗 会不会影响了 伤害中美关系 军事的对抗 往往都是一个手段而已 影响这个中美关系 是更深层次的东西 那么 往往而言 军方的话 在美国的军方的话 由于他们必须要面对 这个战争的 的残酷 在往往的话 美国军方 特别是美国的海军 美国陆军和陆战队 以前打过陆地上战争的话 更是 倾向于 比较 务实和保守 那么美国空军 其实美国海军的话 二战以后 从来没有 没有真正碰到真正的敌人 所以它是 最 激进 相对而言 太平洋的话 这个 这个区域是属于 美国海军主管 太平洋战队司令 太平洋的战区司令 永远都是海军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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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官 那所以从这角度来看 今天 军方 无论如何 还是比较务实的 实际上是个稳定的因素 而不是一个破坏的因素 那么 第三次 台海危机 我想你指的是 96年以后的那件事情 在那个时候开始 因为苏联 跟东欧的垮台 美国有一部分人 是已经把中国 看成是一个可能的 潜在的对手 但是911的发生了 美国的战略的 这个主要威胁 发生了改变 变成是 这个 反恐 给了中国20年的世界 但是今后不一样 今后的话 这个中国 是美国 两党共认的最大对手 所以将来情况的话 好的话就变成了一个 有合作 有对抗 稍微差一点 变成一个恐怖的平衡 跟那时候 冷战的事情一样 你也不能怎么样 但是我们 这个 这情况 不可能改变 除非有一个 更大的 共同的威胁的出现 那么 人类的大灾 或者是 来自宇宙的 外太空的威胁 就外星人的威胁 等等 否则的话 在这个除非有更大的 威胁出现 今后的中美关系 不要心存幻想 一定是紧张 佩洛西这个访台 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 但这场戏 似乎好像并没有结束 相反 他恰恰是刚刚开始 中国网传一个短视频 就是一个家长 不让女儿和坏孩子来往 结果女儿不但不听 反而把坏孩子 领到家里玩 母亲呢 没有当面去打那个坏孩子 但是坏孩子走了以后 母亲却把自己的孩子 揍了一顿 这段雨带玄机的短视频 正是今天 我们看到的台海局势的结果 台湾前将军率化民飞溪 中国军队对台湾海域 作为进行封锁式的联合军演 如果这个军演超过两周 那么台湾的天然气就会中断 进出港客户轮 就会受阻 进而影响台湾的经济 台湾知名政论家 赖月谦也分析 佩洛西访台后 两岸的这个从事 就不会再有所谓的中线 这个中线就不复存在 这些 这两个名嘴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 很值得去玩味 对此 张教授您有什么看法 我相信这一次访问以后 那么过去的很多匡匡调调 都会被抛弃 什么两岸的中线的 彼此不清不不越境的 这种几十年来的 这种隐形的规矩的话 当然是一去不复返 中国 再将军讲说 两个礼拜以后 台湾的话 就 撑不下去 这点我也完全同意 所以这是专于中国能力的问题 而且是说 只是局限于 中国 大陆跟台湾 两个人 一样的关系的 这个问题 但是这次的 访问 基本表明了一点 中国今天 不愿意跟美国 冲突 那么 但是台湾问题的本质 就是中美的 的博弈 所以 从这角度来看 中国 有能力 对相对于台湾封锁 也许有能力 可以抵抗美国的 局部方面的 太平洋局的 军力的介入 观点是 中国愿意 有没有决心 下这一步 那么 我觉得 这是很清晰的 在今后的短期 这两年 几年之内 中国 不会有 不愿意 把这个 事情 push到那个地步 OK 所以 基本上讲 这个 要想把台湾封锁 这种可能性 几乎是零 OK 不可能存在 因为美国 不可能做事 那么 但是今天 这个 这次事情 我讲了 你刚刚讲的 什么小孩子 打那个母亲 打小孩子的故事 其实我有一个 我认为更恰当的 更反应的事情 就是说 两岸关系 那么 用另外一个形式来表达 就是 你的老婆 跟别人跑了 OK 好了 那么 原来别人说 哎呀 我错了 我现在 我尊重 你还是跟你老婆的关系 现在别人又不大认账了 现在这个 Pelosi到台湾 就代表说 这个村霸也霸 这个人 又跑到你家里来了 嗯 那么你看了 我要 你也知道 你让村霸走了 回头来 要修理你老婆 那么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 对于台湾老百姓而言 我感觉到 人员的话 不见不一定说有 可能有正式的效果 不一定有 让人家 让人家 收 那个 收服 人心的效果 他说 如果你要总 去把那个 那个村霸 打一下 干一架 那别人给他 更尊重 那从这个角度看 在这个 今天 从这个角度看 从这个台湾老百姓的感情看 从短期的利益看 我认为 现在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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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冰眼的话 嗯 也就是说 等于 必要的表达 我表达我的 愤怒而已 但是对于实际的 实际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两岸的情势的 根本性的改变 我觉得作用是很少 嗯 好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和大家 分享到这里 感谢张教授 百忙之中 和柔接受专访 也感谢大家 在新收看 喜欢这档节目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 订阅和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们这档节目 坚持下去的动力 如果您有何高见 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 发出你的评论 热点访谈呢 每周推出一次 欢迎 接受收看 我们下期 再见 再见 明天的城市